上海交通大学 在《国与正与》这本书里提到 以土以金墨水火炸以成万物 在左传里有天生武财 门并用之缺一不可 在古希腊有四元素五元素说 是地水火气加上以太 这是起源以前苏格拉帝的时代 即影响一直延续到文艺复生 在欧洲人的思想和文化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在古印度不同的宗教中 也分别存在着四元素五元素 或者是七元素的理论 和元素学说相关的是 物质是非无限可分 在《庄子天下篇》中提到 一字之锤日去其半万事不结 说的是取一次蚕的尺子每天取一半永远能继续下去 在古希腊有破素的原子论 德摩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一种最后不可分的物质的威力 这个学说被后世的牛顿的人所继承 在公元前后到十九世纪初业的两千多年时间里 人类关于物质本源的认识 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真正回答世界是什么组成的现代学科 是粒子物理学 粒子物理是基化学 原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建立起来的 研究物质世界最小单元和相互周用的学科 这个学科的主要成果 可以用一个新的元素周期表 这样一个图来展示 在这个表里头 红色的部分叫做夸克 以组成折子和中子的上夸克和下夸克作为代表 它们具有电池、强和弱相互周用 绿色的部分叫轻子 以电子为代表 它们具有电池和弱相互周用 物质粒子有分为三代 上夸克和下夸克 以及先应的电子和电子中为子 绳成了第一代 燦夸克和奇夸克 以及相应的μ和μ中为子 绳成了第二代 等夸克和迪夸克 以及相应的tau和tau中为子 绳成了第三代 这个新的元素周期表的指示的部分 表示相互周用的粒子 达玛粒子是用来传递电池相互周用 胶子是用来传递强相互周用 而w和z粒子是用来传递弱相互周用 在这个表的中间 是最近在l3加速器上 发现的新的粒子 叫6的波色子 它给所有的粒子带来了质量 在这儿我们没有标注引力 所有的粒子都有引力相互周用 但是在微观世界里头 引力周用太微弱了 所以我们通常不考虑 我们所处的世界 整个的亲自为宇宙 研究宇宙的起源和影化的学科 叫宇宙学 宇宙学是建立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引力基础上的 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关系 可以用古埃及和古希腊的Euroboros 一条头咬着尾巴的怪蛇来表示 粒子物理和宇宙学是研究大和小的两个极端 最小的达到10的负20次方离比 在蛇的尾部 最大的达到10的26次方离比 在蛇的头部 在这两个极端间 分布着我们物质世界所有的现象 星系团 银河系 太阳系 地球 人 小虫 细菌 DNA 原子和原子核等等 蛇的头和尾巴是连着的 表示大和小之间有某种的关联 通过宇宙学 我们能了解 粒子的规律 比如通过宇宙学的研究 我们发现了暗物质的存在 反过来 通过粒子物理和它们的相互之用 我们才能研究宇宙的引化史 粒子物理和宇宙学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学科 好 关于粒子物理是什么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下次我们就开始讲第一课 物质与反物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